退休警司朱經緯在三年前佔領期間 以警棍襲擊逃人的案件 早前被裁定襲擊 製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 辯方在庭上讀出40封求情信時 租裁判官質疑朱經緯其中一段婚愛情 決定將案件押後至下星期三判刑 意味著朱經緯需要在獄中過年 三年前佔領運動期間的這幕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亦令到片段中當時執勤的警司朱經緯面對法庭審訊 最後被裁定一項襲擊製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 辯方代表律師彭比德在庭上求情時說 希望法庭能夠接納感化官建議 判處被告社會服務令 並呈上40封求情信 當中多封來自警隊高層 包括多名已經退休的署長、指揮官等 指被告效忠警隊多年 曾經代表香港警隊訓練澳門施警 在警隊期間表現一直得到上司讚賞和加許 而且更得到特首的肯定 形容他對社會有貢獻 辯方說這次案件純屬技術性犯錯 朱經緯案發的時候只想維護法紀 又說案發當日有五、六百名民眾聚集 令到他相信必須使用武力 希望裁判官判刑時考慮他的犯案意圖 辯方求情時又說朱經緯是一個關愛妻子的丈夫 不過主任裁判官前例就隨即反問 指朱經緯有另一段關係已經一段長時間 質疑他如何做一個關愛的丈夫 辯方律師也立即作出回應 說朱經緯與三名子女保持良好關係 是一個關心子女的父親 辯方最後提到案件歷時兩年四個月 朱經緯與他的家人已經承受巨大壓力 希望裁判官考慮判社會服務令 如果要判處監禁 也希望他考慮判處換刑 主任裁判官前例說 需要時間考慮朱經緯的背景報告和求情信 將案件押後至下星期三判刑 朱經緯需要繼續管押 LiveTV記者郭志晴報道